又到年尾了 可不可以先總結一下過去一年 大陸的經濟的情況? 其實2022年開始就看到大陸的東西轉差的 就是之前那些因素是所謂清零、疫情 2020年就試過插水插得很深 2021年還沒有很大問題 還在說最差的時間過了 外圍對大陸進口的需求相對強 因為外圍的時候有疫情 但是到了2022年後期 全世界走出疫情之後就開始不靠大陸 其實不是今年開始 而是去年後期開始看到大陸的出口 一路一路縮緊水 因為那時候他都已經開始慢慢想走出疫情 外面那些就直接已經很多禁止的措施都沒有了 有很多資金可以走得 之前封住走不了 有很多資金可以走得到 有很多廠可以搬走 人可以走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看到2022年後期開始差了 2023年就繼續延續2022年的流出 多了東西就開始爆煲 多了真的那些債務違約 債務違約2022年後期都有了 到了2023年都一直是不斷的 那踏入下半年就好一點 因為下半年外圍的息口上升的因素就開始舒緩 就是息口上升得最急其實就是 如果市場利率算是2020的後期到2022的後期 這兩年是息口上升得最厲害的 那差不多2022後期就開始炒那個加息 周期近尾 炒說衰退可能沒那麼厲害 甚至可能不用衰退 就是有些這樣的說法 外圍 變成長息就相對穩定了 你看到了 現在長息相對穩定了 美元沒有繼續升值了 其實這個對大陸來說也會有些幫助的 整體來說 如果外圍的息口上升啊 美元強啊 這個對新興市場一定是不利 那這些不利的因素呢 在今年下半年就大致上消退了 那當然不是說那些息跌下來 說那個美元跌了很多 也不是 但是呢 起碼外圍那裡沒有雪上加霜 就是衰多兩千啦 但是你自己裏面爆的那些 其實就沒什麼大局上的變化 它一直都是按住那些東西 不要給它一下過爆 但是你不給一下過爆 你攤開來也好 逐減那些債務到期 現在到期大致上都是還不到的 都是要違約的 要麼是是剪期 要麼是是重組 總之資金是成問題 不太行 那現在最近就開始多動作啦 出去兩外資 但是未見成過啦 都是那句 始終現在在商言相繼 大陸這樣的環境都很難說 你叫人家扔很多錢來買很多東西 也不知道有什麼賣給別人 所以那個局應該都是 繼續相對來說是弱啦 那麼它還有一個轉變的 就較後期的 今年下半年開始 你看到它開始被那個樓價跌 這些東西跌得快了 那些東西跌得快了 這些東西跌得快了 其實它可能開始 即是 意識到如果你再浪 這些東西不讓它跌呢 那個時間就會拖得很長 那你唯有相對來說 跌下 那這個第一就是那個周期可能會短一點點啦 希望 第二就是 你始終 即是 如果發展商他要翻錢 有有有有現金流回來呢 你一定要這些東西去到貨 那你去到貨 你知道有人買得起的 因為本身太貴 貴都離譜了 那如果你不跌 有一個大幅的折樣 你都很難買得出 所以就多了說 今年較後期是跌的那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跌呢 你就遷就了一些發展商 你說等它去到貨 但是持有物業那些 包括一般人 包括銀行的資產 其實那裡又會跌的 那變成了銀行的資產質素會向下 同時一般人 你如果持有物業的話 你手頭上的財富會貶值 那裡又有一個負面影響 就是你一加一減 扯運了之後 其實那個好處就不見得說很明顯 所以其實我想 他下半年是將那個問題 又純粹在地產圈那裡就打散了 可能銀行啊 一般那些資產的持有的人 每人都要分擔一些 這件事就看起來好像緩和了一樣 你說對經濟的影響一定是樓市向下 這個影響是大 因為樓市的槓桿很厲害 但是都看看那個樓價多高 因為大陸的樓價都升了很厲害 之前說的零幾到一幾的時候 那個十年都升了十倍 那你升了這麼厲害的時候 這個第一跌的空間大 潛在那個資產減值的位置那裡會很厲害 第二就是這個過程裡面起得太瘋狂 現在那個供應過程的問題很厲害 你現在說可能一倍的供應 就是這個在很多地方 假期正在興建的時候會增加供應 但是都不會那麼狼 不會那麼離譜 那你怎麼清理那堆東西呢 就大問題了 現在除非你全都看不到分不自然抹了它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也等於有很多人輸了很多錢 差在是輸不輸去興建 就是你現在不知道那裡有多少是發了多少債 就是它可能借了錢去蓋那些爛尾樓 它現在蓋了就不蓋了 借了錢蓋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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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蓋了 那如果它真金白銀做也無所謂 它輸了就是這麼多這麼多 但是它現在借回來 它欠別人的那些還不了 現在問題是這部分 所以慢慢它的問題就會變成是一個債務的問題 那其中債務 內房引起的債務問題 現在那個經濟的問題 失業 獻身 減身 是不是另一個隱患呢 那個就是 你各個地方衰退都是隱患來的 一定衰退就會炒人 失業 跟著公司倒閉 這個是必然的 但是樓市向下它帶出來的那個週期是相對長的 就是一個樓價下跌 不是說好像股市下跌那麼快 可能一兩年的週期會結束到 通常可能一攤就幾年這樣 快也幾年 你看美國的樓價快快去也跌了三年 但是如果你長久的話就 看你跌得快不快 所以跌得快不快就是說 如果你的價格很快 可以由一個離譜的水平回到均衡位 那就叫它快 當然這件事情可以搞定得迅速一點 那以前有些國家就 有些方法可以 就是令它快一點 就是回價貶值 就是你看譬如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南韓環貶了四成 那它是一個很快的速度去回復競爭力 它就是用這個位去 令事情快一點結束 但是它現在沒有這麼做 人民幣不是貶了很多 最強的時候是6.2左右 但是這個很久之前 那你最近那一陣的貶值 譬如6.7、6.8 貶到7.1、2、3左右 都是幾格而已 老實說 所以貶值的幫助就不是很大 那為什麼它不給人民幣是貶值呢? 你好像N也貶得很厲害 就是看你欠外債的程度是否厲害 譬如欠外債多 即是多美金債 你本身的收益是人民幣 但是你要填數那邊是外債 我們所謂的 currency mismatch 利益兩邊 一邊是 local 一邊是 foreign 兩邊如果不對稱的時候 你突然貶值很厲害 有這樣的債務結構的公司就馬上死給你看 就是你的資產本身是人民幣的 突然貶值 但是你的債務是美金沒有貶到的 那你本身是資產負債是平衡 突然變成資不低債 那它要因這件事 如果你這件事是突然貶值 突然出現的時候 那你會突然有些公司是死火的 就是94年就試過5個多 一東西就貶了8個多 但是你當時這樣的做法 現在再搞的話 我想是很大的 就是它應該承受不了這個結果 為什麼? 因為它連續第半年來 都是減持美債 它減持美債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有資金流走 因為流走的時候你給回美金給人的 第二就是說你本身有貶值壓力的時候 你都要捍衛 捍衛的時候你要買人民幣 買人民幣你就拿美金買 拿美金買 你自然倉的美金水位會跌 所以就探前美債 再給我來嗎? 現在的壁可以看